1 2 2 2 走 好 双方比赛开始 我们看宋克南的前手 一般刚才是选择开掌 就是一个假动作 直接想上了爆帅 马上做了一个动进地面了 拉近了拳锋闭防守 进入地面之后 看看刘大成有没有什么办法 二手左脚踝 足跟钩 赶紧出 刘大成拐出去了 刘大成很有经验 对 好危险 第一轮就惊心动魄 宋克南这个选择是 非常正确的战术 再次进入到拳锋闭防守 而且主动双腿加入对方跨步 想做一个扫技 对 想要破坏对方平衡 想控制对方的脚 又想做足跟钩 这个姿势对刘大成来讲 太危险了 想做直角锁 直角锁 带倒了 带倒了 他们有没有 宋克南这个时候 要把身体展开 刘大成看看 从表情上来看并不痛苦 所以对他造成的威胁 可能不是很大 宋克南抓得太深了 这个手抓得太深了 应该控制的是 对方的脚背位置 现在两手没有打扣 对 他需要防守 对方的拳腿进攻呢 现在刘大成应该马上退出去 而不是对方的缠暴 不再缠暴了 刘大成这时候 应该拉开跟对手的距离 打自己最擅长的 这种全腿进攻 对 不要跟对方贴成中进 给对方搂抱的机会 刘大成刚才被对方 现在被对方 等于估住了那一手 再次拉一拉防守进入地面 进入地面 看看他使用什么技术 想要做扫技 做一个非常漂亮的扫技 对 压在上面其成 进行打击 刘大成在这个位置 非常非常不厉害 这时候宋肯南有点犹豫 他想布置 对 他想要在这么激烈的对抗中 布置 想要降服 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 应该 应该打击和部队 打击了 打击对 就是这样打击了 对 这样才能够是合理的战术 现在刘大成 没有什么办法应对 没错 这个时候应该推对方的胯 转出来 而且刘大成只做 胯步的起桥 是不管用的 他要做侧身 要把自己的身体挪出来 这个时候宋肯南 骑得已经非常高 对 拉住手臂 想要完成十足 对方不给配合 马上进行打击 宋肯南对地面的理解 明显要高于刘大成 没错 刘大成这个时候 确实是太被动了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宋肯南现在打拳 并不是非常的用力 他并不想通过地面 垂直破坏刘大成 他实际上还是想在垂直 过程当中寻找 这个制服的机位 没错 这个叫做布陷阱 刘大成的右眼 已经肿起来了 好 再一次 再一次进入地面 想进入地面 但是这种打法 对宋肯南来讲 有一个困难就是 他会很耗体力 没错 自己主动倒地扫技 把刘大成扫在了下位 对 好 现在想寻求齐称位置 刘大成自己把腿打开了 已经过腿了 这已经把腿 就这样把齐称位置给一个 来 准备做三十足 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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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功了 宋肯南 这位观众新星 这位唐山本地的选手 这场比赛 让观众充分 再次重复 见识到了 地面秦达技术的威力 当然啊 非常可惜 刘大成没有能够实现 未免 完全输在了自己的战术 对 这个也是我刚才说 刘大成呢 跟李刘洁有点相似的地方 就是他们的战术缺少了一块 对 没有地面上的秦达和控制 所以在两场决赛当中 我们都看到了相同的结果 黑方选手 遇面刺客 宋肯南 降服獲勝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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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